不知道大家知不知我們保險顧問 其實最想見的是什麼客人呢? 今天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作為投保人 你們會覺得保險顧問當然想遇到一些大客人 你們當然喜歡一些大客人 因為那張單大 你的佣金又多 其實如果你問我們 我們就很少分大人和小人 反而我們就喜歡見一些健康完全沒問題的客人 但你說要健康完全沒問題的客人 如果你說20歲都有機會 不過去到30多歲 甚至40多至50歲 其實怎樣都會有病歷 當他有病歷的時候 我們又要解釋給他聽 有機會不保事項 有機會又要你驗身 可能又會加你教 在那裡我們就要拆解很多問題 所以如果你說要一個客人 他是完全健康的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剛剛出生的小朋友 因為寶寶仔剛剛出生 其實正常來說 他都是沒有病歷的 變成了我們在填健康申報的時候 真的可以全部take no 很簡單 本公司又快批准 不需要做很長的時間 還有有時候我們看到那個嬰兒 去到客人的家裡探望他的小朋友 又覺得很有趣 就算他哭也好 都是很正常的 不過很多時候我看到那些嬰兒都是很乖的 所以你見到他們又開心 爸爸或者媽媽也好 又說一下他怎樣得意發 或者怎樣照顧他 很多時候我看到很多30歲的媽媽 就是之前他自己就不是特別喜歡小朋友 不過生完嬰兒之後就很喜歡小朋友 變成就聽他說很多餵奶呀 老公又怎樣幫他呀 就是很多這些看到他很享受做媽媽的故事 所以其實看到幫小朋友做一些醫療保險 其實聊很多都是聊媽媽怎樣照顧他呀 爸爸或者怎樣照顧他呀 其實聊這個計劃那裡不是聊很多的 你問我 究竟其實一個嬰兒子剛剛出生 通常他們都是說買醫療 我們會給他什麼建議呢 而我自己就喜歡給一些縱疾的保險 給一些小朋友做基本計劃 而那些縱疾裡面都會是多倍 例如你說癌症或者一些心臟病中風 現在市場很多間公司都是這樣的 那你問我為什麼我會很buy 去給一個最基本的縱疾做一個基本計劃呢 就是其實我覺得人一生怎樣都會病的 還有呢 那個小朋友正常來講 我們都覺得譬如好像香港那樣 起碼有85歲命 那有85年的時間 那如果能夠今天用零歲最便宜的價錢 幫他買得到 哇 補到整80幾年 甚至乎補到100歲 我覺得是很划算的 ok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做那些小朋友 零歲出生 那近期也有個人客 就是那個BB 他是7月20幾號出生的 那接著他上兩個星期就找我 那接著就說我想幫小朋友買醫療 那我也會給他們一些概念的 其實小朋友買醫療是一部分 另外儲錢是一部分 是分開兩部分做的 儲錢呢 多是多儲 少是少儲 什麼時候儲都 即是早一兩個月 遲一兩個月 我覺得都不是說影響很大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在醫療保險方面 我就覺得一定要趁他健康 完全沒有病歷的時候 就早點買 ok 因為無論轉保險 或者轉保險 都是一個等候期 未開始保障的 要買了之後 等那個等候期過了 才開始補他的 所以我會建議他 反正都買 為什麼不早點買呢 那通常一個BB出生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會給兩個建議書 給媽媽去選擇的 那麼最基本的一個就是 有一個基本感種植 另外就是有一個 每天的轉現金 因為如果他病了 無論入私家或是政府 隨便父母都有一個 要上班來陪他賠償的 那麼我們也要賠入息給他們 另外就是買一個轉保險 在轉保險裏面 我就會有兩個選擇給別人 一個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自然醫保 一個是靈活計劃 而另一個就是自然醫保 專門保得寸數賠償的 保得大額一點的 就讓他們選擇 OK 那你說如果真是當我們叫保得 漂亮一點的 那其實他入場費貴不貴呢 我簡單給個保價給大家知道 零歲的小朋友 那如果買一個多撤賠的 種植工10年 補100歲 OK 那我們買10萬元美金 其實大約是港幣2萬元補費一年 OK 兩萬元 那你除了每個月月工都是1700多 那你說他入面有少少儲蓄成份的 那你當保障也好 當賣少少儲錢也好 那我覺得很多父母都OK的 都喜歡的 那另外你就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 小朋友會不會有機會發燒 其實小朋友很大機會是發燒入醫院 還有抽筋 那有時候或者有些氣管不太好 那所以在他未發現有烤喘 或者什麼病的時候 其實早點買了醫療保險 即早點買會早點生效 OK 那如果每天我陪一個媽媽入院都會賠償 那我要陪一個現金入息給媽媽 那一天如果陪大約是800元港幣的話 一年的補費就是850元港幣 那你想想 陪一天800元 一年的補費才是850元 其實我陪兩天已經回到 所以這個真的很便宜 而且我覺得入政府也可以 入私家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保障 因為如果你一天賠800元 大家例如說 如果你說這麼不幸運 真的住10天醫院沒有8000元 那你一個月30天 那你834元 一個月起碼有24000元 那就是說如果這麼不幸運 小朋友真的進了一個月醫院的話 媽媽那個月真的在醫院陪他的 對不對 那媽媽無法上班 或者爸爸無法上班 那這裡都會有一個現金入息 去補貼他們 那又不會影響他們家的開支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划算的 OK 850元一年港幣